今天來講政策裡面 實際第一項要給你投訴 投訴的支援會是為了這麼大派性 下午叫我們有什麼人要告假 因為我們非常不尊重的事 你們呢 我們常常包括人有什麼示威 有什麼假的意見的事 在表達的時候表達 你都值得不斷 儘管都難了 這樣也是要阻礙表達自己自由意見的距離 沒錯 沒錯 很穩定 所以我會跟廣告一起討論 首先我希望法官你能夠清楚回答我們分析 落意見的意見沒有用 廢話來人 落意見的意見就可以了 你不要說落意見的意見 你待會解答我們就慢慢解答 你什麼叫做網堂 網堂的意見是 你先搞清楚 第二 你看法官那個條例 或者現在的法官條例 其實它是不知道怎樣 就是這些壓制 你不知道你今天又能夠做運的嗎 我們事業的大動作 是一點對方法的 這是很簡單的 所以大家不應該將法例是延伸到現時的船會和每個字一類的 所以法律上的錯誤 非常混亂的 你說法官應該很清楚 我可以在外面一行他的事 第二點就是 如果所謂網台 我再簡單一點說 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今晚做個網台 現在可以做個網台 那你怎樣去執行你的法律呢 大家講來講一下怎樣執行呢 再看如果我肯非洲去歐洲 我是敢宣傳銀劍 是敢宣傳銀劍主黨 社民的銀劍全都給你 等到這麼多的政策 那你又怎樣呢 你又怎樣去遇到這些問題呢 就是現在大家 我覺得現在這本做事就是誇張一下 是不斷被人懷疑 包括最近說惡搞事件 哇 這些惡搞其實是一種諷刺的 不斷延伸下去 其實是在打敗的事物 如果你不要關閉一下 不想被人誤會 我們覺得政府和選舉是有政治一謀 請你馬上撤回有關的決議 謝謝